大家好,我是你们最爱的琪琪 这是一棵构儿树 看这个构儿果吧 已经熟了,开花 现在接果汁 果汁已经熟了,红透了 看到没有,这个就构儿果 这里这个已经被虫子吃掉了 看 非常的漂亮,红冬冬的 但是在山上来,看还有蚂蚁呢 东西不能随便乱吃 我们可以观赏 这个构儿啊 是用来 叶子啊 叶子是可以用来做饲料 养猪养牛 但是这个皮是用来织布 咬籽 这个构儿果呢,我就不知道能做什么用了啊 构儿果 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构儿果能做什么用的朋友啊 在视频下方 跟大家科普一下 非常的漂亮 红冬冬的 看这个 在下面还有呢 这些也是红了的 看 这个是构儿果 看 非常的红 非常的红嫩啊 下面也还有 下面也还有 正宗的构儿果 还有蚂蚁在上面爬来爬去 之前有网友问我 有没有见过这个构儿果 其实 现在我的分享视频呢 就是跟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贵州的山上 就有构儿果 而且还红的不得了 好了 知道这个构儿果的功效和作用的朋友 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